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7月最喜歡化妝 如果你有興趣看看我7月中用了什麼新的化妝品 又或者你有興趣看看 關於這個最近很多人說的Urban Decay Heat Palette 就繼續看下去吧 因為最近天氣太熱的關係經常會出汗 所以我難得去化整個妝 我只會用遮瑕膏遮我的黑眼圈、痘痘印 和面上扮紅的地方 平時上學上班趕時間 所以我只會用這支遮瑕膏遮一遮 我都快要用到底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先用Spring Water噴濕海綿 之後再上妝 化妝會更加貼服的 最近新用這支The Same遮瑕膏 嘩!遮瑕能力真的超強 這個格格有這樣的遮瑕力 真的有經驗到Bonnie自己 難怪每個人都對它爭不絕口 要完全遮住抖印 先塗上遮瑕膏之後等它一等 在這個時間我會再用一個較淺色的遮瑕膏 來打量我的額頭 兩個面珠丹 和下巴的地方 用剛剛的海綿 推開它就可以了 要更加完美地遮瑕你的抖印 你可以用手指推開 效果會更加好 之後就到潤唇膏的部分 好看 我經常都會化妝化到一半 才發現自己忘記戴抖 所以現在先戴抖 其實Bonnie自己都不太懂畫眉 因為我眉是高低眉 經常畫來畫去都好像不對 所以我只會用眉筆畫眉尾 再用眉掃開它 掃到自然就可以了 為了和髮色一樣 我會再用一個染眉膏 好就完成了 好 之後定妝的部分 我就會用一個大掃 在剛剛上了有遮瑕膏的地方 也上一上 然後我會用同一個掃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掃 用它的側邊來上胭脂 然後我會再用一個小一點的掃 這個掃原本是用來上粉底液 但其實我平時也不會用它來上粉底液 所以我就拿了它來專為我的眼睛去定妝 因為我的眼睛實在太懂得出油 我暫時就未找到一個眼睛的盤子 對它有效 這個月不知道為什麼 不太喜歡用睫毛膏 所以我只會用睫毛夾夾眼睫毛就可以了 好 到今天的主角出場 就是這一盒 顏色真的超級美的眼影盤 但可惜的是它有一點點飛粉 這個月我都喜歡把眼尾的顏色加重 然後靠近眼頭的位置 Bling Bling 就好了 �卡拉 如果我不趕時間 我也會把我的臥蠶畫一畫 我會把我的臥蠶畫放進去 我會把臥蠶畫放進去 我會把臥蠶畫放進去 到最後畫上自然咖啡色的眼線 眼妝就完成了 打陰影和打亮令臉變得更漂亮更瘦 這個動作當然要做 最後來到唇布 最近我超級喜歡用這個豆沙色系的唇液 我也是會用手指上的 用手指點一下 然後在唇部拍開就可以了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也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手指 如果想看我的其他影片 記得在下面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給朋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